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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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要下載 並安裝新版的 GPG4Win 這裏是上我們的點第一個連結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它會先要求 我們要捐錢 這裡就直接點0元 就不用捐錢 那在右邊的話 還有download的地方 我們直接按 直接就儲存了 存檔 需要一點時間 下載 好,下載完畢之後 我們就直接打開 安裝 那它原則上安裝的語言 我們在這裡可以做一些選擇 基本上都是一些西方的語言 那它這預設是德文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英文 OK 下一步 那我們這邊 安裝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勾選 全部都勾選 下一步 那 我們還是把它存在低潮 低潮比較精彩 安裝 好 都安裝好了 下一步 那我們就打開我們的 Kleopatra 我們的埃及驗號這個軟體 那我們現階段是沒有金藥隊的 所以我們 待會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產生我們的金藥隊 那我們在這邊呢 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產生新的 左邊是產生新的金藥隊 右邊是你要匯入 你已經擁有的金藥 所以我們這邊就產生新的金藥隊 那這邊的話 當然你一開始 要打上你的ID的名稱 以及你的 你有效的email的address 那你一個email帳號 可以同時擁有好幾個 這樣的一個帳號 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課 是要讓同學使用比較進階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剛剛就點入了進階設定 那在這裡面它其實有好幾個選項 那原則上 它都是上面那個方式應該都是數位簽章 然後再加密的方法 那我們第一種選項都是RSA 那它這裡的金藥長度呢 其實都可以再做更長的選擇 那當然在RSA這裡的話 它最長的剛剛所看到最長的是 4096位元 如果你想要 採用比較新的技術 是橢圓曲線的方法的話 這邊它也有提供 原則上 我們一般在比特幣上的計算 大概都是採用 這樣的一個 計算方法 橢圓曲線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要選取 我們當然是選取那個 越長 位元素越長的曲線 它的安全度當然就越高 那一樣上面的是簽章 下面這個是金藥交換 ECDH這個是金藥交換 那我們還是選用RSA好了 這個比較 目前還是主流 都選取最高的位元 都選取最高的位元 那你的那個有效的時間呢 事實上可以自行再去更改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它 預設是給你兩年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這邊我們就 不做更動 我們就要用 預設的有效的一個時間 然後直接按OK 下一步 下一步 那我們這個勾選顯示所有詳情 所以我們就產生我們的金藥對 但是以 亂數的方式去產生的 那因為你的金藥 長度實在太長 你不可能把那金藥 整個把它記下來 所以呢 這個地方 那需要 你輸入 所謂的 Passphrase 也就是書生的Password 好 在這邊的話 我們 就要做 Passphrase的一個設定 那相同的 Password 再打一次 它這裡會要求你要有特殊資源 要有特殊資源或數字 那我們這邊呢 當然我們就 呃 有 數字 也特殊資源 所以我們再 將我們的Passphrase 我們再做一個 更有效的一個修改 呃 這個Passphrase 千萬不要忘記 好 按OK 好 那原則上呢 金藥隊就產生了 產生之後呢 因為我們使用的 這個機會呢 不一定是在同一部的電腦 所以呢 你接下來可能要 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將你的金藥隊 做一個備份 那備份呢 當然是 最好是備份到 你的雲端啊 或者你的USB上面 另外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 能夠找到你 因為我們是採用的是 公開金藥密碼系統 所以呢 你要將你的公開金藥 上傳到 它的金藥伺服器上面 所以它還有兩個選項 我們必須要再去進行 所以 接下來 我們就要備份 我們的金藥隊 那原則上 我們這邊就選擇 我們的 某一個資料夾 然後就可以 將我們的 金藥 就可以備份在那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 將我們的 私藥的一個檔 我們就 給它取一個 RSA 底線 2018 基本上就會 以它的格式來儲存 這部分呢 我們的 金藥的備份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 嗯 還要再 Key你的Paste Phrase 點OK OK 所以我們已經將我們的 密藥成功的匯出 那OK 好再來就是 將你的公鑰呢 要 上傳到那個 金藥伺服器 直接點 要等 好 再點一次好了 繼續 好完成了 那 它已經成功的匯出 所以這樣呢 你的安裝才算告一個段落 好 所以我示範一下 我現在我的那個 學校的帳號 我是沒有 沒有PGP或 GPG的帳號 沒有 就算有那也過期了 好 那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啊 我從 我學校Email帳號 我要寄到 Google帳號 來 Google帳號 所以我這裡啊 我要打對 好 所以應該就這個 那原則上 我的標題 我只是做一個測試嘛 對不對 我這裡測試 GPG 好 那我要 寄過去的名文是什麼 TRY GPG 好 這個部分你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部分呢 你把它 複製起來 好 把你的IGM 打開 你要先把你那個 對方的 收信人 你要先把它匯入 匯入 匯入動作 要先做 匯入動作 要先做 你沒有做的話 你 一樣 在這邊 Look on server 這邊 你就可以可以 可以去匯入 做匯入的動作 好 所以我這個點到最右邊的 這個點 剪貼部的地方 我要加密 好 加密我要新增一個 收信者 所以我再點 所以我點他 然後呢 應該就OK了嘛 下一個 加密就成功了 好 這樣G有加密嗎 沒有 所以我們 他這裡 因為他這個 自由軟體 所以他比較 操作上 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在另外 這邊呢 我們有個機事本 對不對 貼上 這個就是你寄去的密文 有沒有看到 先確認一下 寄的是不是密文 這確定是密文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確認他是對的 所以你就把這個部分 明文就用密文去取代 所以你寄的是這段文字 這是密文 然後按傳送 寄件成功了 那我現在是用一個沒有PGP 或GPG帳號的那個用戶 去寄給 一個PGP或GPG帳號用戶的一個加密的 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那所以另外我就 我現在扮演的是收信者 收信者 我現在我收到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打開 打開是什麼東西 他寄來是密文 所以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把這一段 我要做複製的動作 好 好 我現在我的角色我是收信者 我現在已經不是學校那個那個角色 我現在是 是Google的這個這個用戶 所以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解密 解密 解密的話 你第一次解他會問你的Passport 所以你Passport要要記得 那因為我剛剛有解過 所以他就不按 不再問第二次了 Passport他會問你 所以你這樣按完成 那你怎麼知道你有解對咧 上面是密文嘛 對不對 下面我們把明文打一下 下面是明文 所以這樣就是加密解密 我是用一個沒有帳號的 去寄給我帳號的 所以我是用 收信者的公要 去加密 那收信者呢 他因為他是有用戶嘛 所以他一定有自己的私藥 所以他可以用自己的私藥 把這段加密文字把它解開 這樣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一個你另外的一個 email帳號啊 你並沒有還沒有加入那個 加入那個會員 你可以用那個 非會員的那個 email的用戶呢 寄給你那個已經是會員的那個用戶 這個你就可以做這樣一個練習 有風險東西沒關係 那我們如果針對個別檔案加密 來我把這個先 改一下名字 假設1號 因為他 針對那個中文黨名他 他會有問題的 好 我們針對他 簽署加密 來 所以 桌面的這個 因為那個剛剛那個壞掉了 好 所以我們這 針對自己加密 要不要簽名 也無所謂 對啦 所以 就這個東西 好OK 所以他會在同一個資料夾 對不對 現在我們在點他 然後再解密檢查 解密檢查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存 存到哪個資料夾 存到不要相同資料夾 存到 他的下一層好了 我們來進去看看這次有沒有成功 對有成功 所以他針對個別檔案應該是OK的 可能呢 針對資料夾 因為 那個資料夾裡面檔案結構比較複雜 可能會 會錯誤 所以這個這部分同學也可以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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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